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户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外媒消息显示 新款iPhone 11系列产品将于9月13日星期五开始接受预定 并在一周后的9月20日陆陆续续开始向预定客户发货 那么你会买今年的新iPhone吗 ZAO换联软件刷屏后 其用户协议被指霸道 ZAO随后Suga用户协议删除了原有的上传肖像权 可被ZAO完全免费不可撤销永久的描述 目前AI换联黑产已经在国内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从下游成品情色视频 中游定制视频到上游软件及教程都有提供 有的卖家甚至提供全产业链产品和售后服务 外媒报道 华为正在制定试点计划 用俄罗斯的Aurora操作系统取代安卓 视为在华为设备上启动俄罗斯操作系统的第一阶段 华为称 有兴趣将Aurora作为安卓的替代品 9月19日德国慕尼黑正式发布 据此前爆料 HorwayMate 30系列将搭载70990处理器 后置4000万像素4摄 最高支持30瓦无线充电 正面大曲率曲面屏 刘海大小缩减 令宣传视频似乎暗示了原型后置的设计 华大基因CEO表示 从基因角度看如何判断男子是否容易出轨 男子无名指越长容易出轨 记住了 这只是一个可能性 不是因果关系